小姐,今年已經衛免了,其實有什麼感受?成績是如何?跟去年比較? 成績我不太知道,因為我未知道時間,不過衛免了是很開心的,我希望下年可以衛免連續三屆冠軍 今年衛免的難度在哪裡? 今年衛免的難度很快,所以自己也要很努力去練習,不要讓他們超越我 今年的賽程縮短了三百米,你覺得希望再長一些,還是什麼距離最適合這些? 其實是對的,因為縮短了三百米的距離,對手與對手的競爭會大了 因為大家都放膽去衝頭前段 水流是怎樣? 我覺得比去年大了,不過沒有影響發揮,很開心,因為水流大了,挑戰性大了 各方面都很開心,很好玩 其實水流大了,有沒有改變了你的應戰策略呢? 其實沒有,想策略的時候都是打算一開始就去放 儘量跟第二選手帶出一些距離出來 今天狀態是怎樣的? 其實不錯 你覺得如何勝出呢? 什麼是你的項目的項目呢? 守衛免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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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永欣,你覺得你暫時離開香港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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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目標是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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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會選擇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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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的冠軍 奧運 你今年會選擇 兩個月前的參賽員好運 賽程的場合很多 我本身也是一個 10公里的運動員 現在1.5公里 是比較長 難度是 最後衝回來 是最難的 為何你不參加亞洲的表賽 因為 去年贏了渡口泳 我也想衛免這個冠軍 所以選擇了 今年和去年有什麼分別 水冷了一點 因為少了300米 難度高了 新秀真的快了很多 男生 聽見你將會去外國學書 會不會影響你的初年 我下年1月就會離開 轉身環境 外國的技術方面 我相信會好 香港很多 支持 都會好一點 什麼時候 最難的部分 是最難的部分 你的游泳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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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